沿著海窗慢慢前進 潛水客把注意力都集中在 海底膠原的夾縫當中 仔細觀察 刻意用手觸摸 就是希望能夠再採收 馬糞海膽的第一天 刻意慢載而歸 今天說海膽不知道嗎 今天不聽到海膽不知道嗎 舊 舊喔 是怎麼舊啊 不知道耶 七月一號是每一年澎湖縣府 規定的起跑日 過去每年都吸引大拼潛水客 下海捕撈海膽 不過受到疫情影響 今年觀光人潮大減 影響需求量相對產量也衰退 加上縣府去年投苗量減少 讓不少漁民大探捕撈捕到海膽 因為產量大減 讓價格飆升 澎湖的馬糞海膽 去年市場行情價 每公斤大約一千四百元 今年受到疫情影響 預計會漲價 而且超過兩千元 漲幅超過百分之四十二 對於我們 我們種苗繁殖場 有投放這一些 或是釋放這一些 海膽的一個種苗 對於漁民的部分 就是產生海膽的部分 這個數量是有影響的 產量減少恐怕連帶影響新鮮的海膽料理 未來價格只會更昂貴 本來應該是賺外快的好季節 卻在開放捕撈的第一天 就被發現海膽少之又少 澎湖人的失望全都寫在臉上 餐廳新聞 欧望遠揚 幸運澎湖採訪報導